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韓國瑜獲得國民黨的提名 很多人在討論韓國瑜以及韓粉現象 有很多人提到韓國瑜類似像 國際上面現在普遍發生的民粹主義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路透單管理學院國際事務的研究員 呂一誠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呂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先請教就是你最近在一篇文章裡面 也提到你覺得韓國瑜還有韓粉的現象 有一點接近現在目前在歐美 大家所談到的民粹主義 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的現象 跟我在歐洲所觀察到的民粹主義 他們的最大的共通點 就是說他們塑造了某一種階級意識 或者說更難聽一些就是像階級鬥爭這類的思維 那他這個階級意識的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說 他們塑造出了一個抽象的某一個權貴的形象 在歐洲的case他的權貴通常是說所謂的百分之一的那些富人 或是說歐盟的這個整個很龐雜的官僚結構中的所謂的那些技術官僚 或是說歐洲傳統政治中已經左右不分的一些傳統政治人物 他們像歐洲的民粹主義把這些人塑造成 在某一種家鄉中的權貴 而在這個權貴對立而形成的是一些被這些權貴所剝削 被這些權貴所遺忘 在這些權貴所帶起來的經濟成長中 並沒有實質受到這個經濟成長的benefit的這些人 如果說看台灣的現象的話 韓國瑜他也是用這種庶民的思維來強調說他是庶民總統 他是庶民出身 然後反而去塑造出像國民黨被塑造成的一個權貴政治 然後再強調說台灣有其他的權貴 所以他一直強調他這個庶民的身份 跟國外的民粹主義已經開始有一些共同點 我想特別這邊問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在韓國瑜的幾場造勢裡面 庶民總統這個是一直被標舉出來的 那他可以代表就是我們自認為庶民 他能夠替我們來講話 但是權貴 因為庶民相對來講就是有權貴 那這個權貴談的不多 他韓國瑜只有一次提到了就是國民黨權貴 後來就沒有提了 我們也看到韓國瑜在提名以後 他也去拜訪這些號稱的權貴 包括連戰 包括打電話給馬英九等等這些事情 他真的能夠切割的很清楚 或者是這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 只要我能夠動員起我的支持者就夠了 對 我覺得他的這個韓國瑜似的庶民政治 他並不是真的說要進行了某一種階級鬥爭 而他的庶民的身份 我覺得韓國瑜他自己認為說 他並不是傳統的國民黨政客那樣的出身 因為像傳統的國民黨政客像連戰這些人 他們是一個政治世家出來的 但是韓國瑜他是從眷存出來的 他我想他長期以來 他一直並沒有拿到國民黨的主要的資源 也就是因為說他並沒有國民黨的主要的資源 他在選舉時他的崛起是他是靠網路直播 因為他其他的管道沒有 然後我覺得他之所以把他自己想成庶民的 然後要跟國民黨的權貴做一個比對是出於這一個出身 可是當他在強調他是庶民總統時 他其實並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權貴的target去攻擊 他只是用了這一個口號能換出更多在傳統台灣政治中 並沒有被喚醒的那些人 我想再把它擴大來看 你覺得台灣現在的整體的一個政治形態 如果要比較歐洲或美國的所謂民粹主義的話 我們跟哪一個國家是比較類似的 比如說我們在目前我們看到的民粹主義 有人提到英國脫歐或是川普的當選 歐洲也有一些例子 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例子比較能夠 最好的說明現在台灣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純粹以民粹主義先不談韓國語 以台灣的民粹主義的話 他最接近的狀況是波蘭的狀況 因為台灣跟波蘭的共同點就是說 旁邊有一個龐大的國家 波蘭是俄羅斯 台灣是中國 而波蘭的民粹主義跟台灣的民粹主義 特別是民進黨所promote的 這一個類型的民粹主義 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說 他們認為他們持續受旁邊這一個國家 旁邊這一個大國的迫害與打壓 而確實俄羅斯有在持續給波蘭施加壓力 確實中國有給台灣施加壓力 但是這一個所施加的壓力 他反而比較接近西歐的左派式的民粹主義 就是說他強調了有一個庶民 又有一個權貴 他反而並沒有把民族主義這一個式 放在他主要的論述中 可是我是覺得韓國瑜他如果你看他的最後一場造勢的話 他已經開始慢慢的把民族主義的一些元素放進他的論述中 假設說他會談到他要進行的是中華民國的生死保衛戰 他會強調說難道我們要去愛菲律比兵嗎 那我覺得從這一個觀點來看的話 他已經開始把一些比較像如果以歐洲的框架來解釋的話 他已經向歐洲的右派式的民粹主義慢慢在靠攏 你在談的時候 你其實是有兼談到右派的民粹主義 還有左派的民粹主義 左派的這邊比較強調階級的對立跟分化 那右派的民粹主義是又是怎麼樣 然後這左右兩派民粹主義 有人是把民粹主義 他簡單的定義是超越目前的左右兩派的政治勢力 就是說現在目前在每個國家寄存的都有寄存的兩大黨 那民粹主義似乎是 完全是跟這兩大黨不同的另外一股政治勢力 你怎麼看這個 我不會覺得說這是超越左右派兩大黨 我是覺得他是填補的左右派兩大黨所忽略的空間 因為以歐洲來看 他的傳統左右派兩大黨他們的政策越來越像 都朝政治光譜的左右慢慢的朝中間靠 所以當他們朝中間靠時 他們所遺留下來的那些空間 剛好會在經濟危機以後或其他類型的危機以後 他們要找一個人去blend 而這兩個空間就會突然間跑出了一些人 認為說就是朝中靠攏的這些人 應該為任何的危機負責 你覺得因為在西方談民粹主義的時候 他們是說往往他們可以去找到過去對於政治冷感的人 或是過去被政治忽略的人 把他們的動員起來 把他們找出來投票 他會變成這個人的最始終的支持者 我們看到在英國脫歐的時候 是有一些人被這樣找出來 在川普競選的時候 他也能夠找到 譬如說在這個中西部原來以為是支持民主黨的這些工會 一下子都轉到到川普這邊來了 我們在台灣的情況 也有類似的情形嗎 我覺得有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像從前的選舉中 你在 假設我跟我朋友在咖啡廳 只是閒談間談到了韓國瑜的名字 那旁邊會有兩三個中年的婦女 他們在人家餐廳工作 就會跑上來表明說他們是鐵幹韓粉 然後這個現象是從前沒有的 因為從前在解嚴以後 他的選舉也進行了差不多 快要三十年了 那他長期累積起來的這個選舉中 你並無法看到說像旁邊的這些平民 他們對於政治的熱狀會突然間從很低到很高 可是在韓國瑜的現象中 你會看到說平常對於政治漠不關心的這些人 會因為韓國瑜而出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他的成功是 他是在於說他真的能把透過一些簡單的口號 和很熱情的口號 也就是說阿沙利式的一個論述 把從前就是傳統政治中很無聊的一些口號 很無聊的一些論述 所排斥或所忽略的那些人 被韓國瑜式的這一種非常有個人特色 與個人風格的方式給吸引出來 像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一般來說 大家對於韓國瑜的演說 最稱讚就是接地氣 對 你比起說其他的候選人 談說我們要跟別人要簽自由貿易協定 加入別人哪一個團體 或者是說像有些後援提出AI人工智慧 其實韓國瑜的說法是很含糊的 他只是要發大財 但是這個反而是吸引人的方式吧是不是 對因為像假設像郭台銘他來講AI 他還講說找軟銀的孫正義來主持台灣的主權基金 這類的東西 就對於平民百姓來說 他聽不懂 他不曉得AI是什麼 他不曉得誰是孫正義 可是當韓國瑜他只是講說 我蔬菜賣得出去我人可以進得來 國防靠美國這類的很簡單 五六個字他就可以去總結的這些證件 反而在於基層的眼中 他能瞭解的程度比較高一些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我們就來談韓粉 是哪些人 這個在現在目前的政治討論裡面 非常的熱絡 大家想要知道韓國瑜這幾場造勢 是不是同一批人在那趕場呢 還是說他在各個地方 也都可以吸引到對他的主張非常熱衷的人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